我们常常说有妈的孩子像快饱,没妈的孩子像根草 幼年丧母是人生之大不幸 从小没有妈妈呵护和疼爱的孩子,让人同情和心疼 在同龄人还依偎在妈妈的怀抱里,尽情享受妈妈疼爱的同时 有些孩子却不幸失去了母爱,和妈妈阴阳相隔于两个世界 这样的孩子没有了依靠,他们早早的懂事,凡是要依靠自己 近日有这么一名少年,他看起来才十岁左右的年纪 拿着四十元现金去蛋糕店给自己买生日蛋糕 老板娘问他,怎么不是妈妈来帮忙订蛋糕呢 接下来孩子的话让人难过不已 坐标广东善尾 有网友分享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视频 画面中滑灯初上,街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 一名身穿白色校服的男孩,默默地低头走进路边的一家蛋糕店内 男孩手里拿着四十元现金 他告诉店里的老板娘,说要买生日蛋糕 可是,店里最便宜的蛋糕也要六十元 不过看他是个学生,可以便宜十元卖给他 他只要支付五十元就可以了 男孩听闻后,转身离去,想要回家再拿十元钱 老板娘于是随口一问,怎么不是你妈妈来帮你订蛋糕呢 因为在老板娘的印象中 这么大年纪的孩子一般都是妈妈陪着来订蛋糕 很少有孩子自己订蛋糕的 男孩听了后,小声地回答 我没有妈妈了 男孩的话让老板娘猛得一愣 随后他反应过来,顿时觉着心痛不已 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是这么一般大 有妈妈的疼爱,多么幸福 好心的老板娘给孩子买了一些零食 让孩子带回去吃 后来孩子爸爸来取生日蛋糕 老板娘又把五十元钱悄悄地还了回去 他要把这份甜甜的蛋糕送给孩子 网友们看到这里 他们在为孩子感到心疼的同时 更是被这位善良有爱的老板娘给深深地打动了 在他们眼里,老板娘是人美,心更美 这大概就是底层人温暖的方式 明明自己过得很不堪 却又见不得别人惨兮兮 也总有那么一个人 一件事让我们心中用上一股暖流 坚信世间还有真爱 评论区有附近网友说 这家老板娘人真的很好 东西便宜又好吃 搬到附近这么多年就只买他家的 别家不想去 这一点深游体会 我附近有一家饺子馆 也做些汤粉之类的 老板人不说多善良 但是和气,东西还行 来到这里大半年都是定时去他家吃夜宵 别家基本不考虑 很多时候就喜欢那种心情 最近他们要要三胎停止营业 我连夜宵都不想吃了 这就是和气的魅力吧 有网友评论 来自陌生人的温暖 更能照亮孩子前行的路 祝愿孩子在以后的人生中 会遇到更多的好心人 网友春辉更是表示 谢谢漂亮好心的老板娘 给失去妈妈的孩子 送去一份冬日的温暖 好人一生平安 老板娘是一名年轻女子 面向富太 一看就是一位面词心上的好心人 她剪着起肩短发 画着淡淡的妆容 穿着红色的衣服和围裙 脸上带着微笑 宛如冬日里的一抹暖羊 让人心里很舒服 很温暖 孩子又年就失去了妈妈 这是一件让人多么难过的事情 不过她遇到了好心人 陌生的老板娘 带给她妈妈般的温暖和温暖 祝孩子生日快乐 生活中的困难都是暂时的 希望父子俩平安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光 不自愿自艾 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 愿孩子早早长大 可以为自己遮风挡雨 相信远在天际的妈妈 看到她健康成长 内心也会倍感欣慰 而这位蛋糕店的老板娘 堪称善为最美老板娘 这才是真正的生意人 将来一定会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你的想法总是千奇百怪 在评论区 我还见到过这样的评论 有网友说 她其实可以煮个鸡蛋 这句话勾起了我的回忆 小时候从来没有吃过蛋糕 也没有过过像样的生日 煮鸡蛋可能就算生日加餐了 也从没点过蜡烛 人生第一个蛋糕 就是出来后自己花钱买的 那一刻感觉特别幸福 真的 煮鸡蛋确实可以过生日 即便没有鸡蛋 生日也会过去 但每个孩子 都应该有要生日蛋糕的权利 这一点不应该被质疑 每次看到别人的生日蛋糕 都特别羡慕 去外婆家 我不会吃她的蛋糕 就是这么傲气 因为我不甘心 凭什么外婆生日 有人买蛋糕 而我没有 那时不懂事 就觉得委屈 现在想想 大概是向上的孝顺 和向下的随意 不能同日而遇吧 那些不建议吃蛋糕的人 我觉得没必要太多建议 人的想法各异 吃蛋糕的愿望可以有 孩子没了妈妈 还有爸爸 他只是体恤爸爸的不容易 又想拥有一个蛋糕 这不应该被苛责 老板娘的做法就很好 他退了50块钱 还加了些糖果巧克力 给孩子爸爸拿回去 也给孩子爸爸 转达了网友的祝福和善意 我们的幸福来自于父母 亲人 还可以来自于社会 对别人多一点爱 就会多一点喜悦 传递幸福 会让快乐加倍 让穷人省一点吃的 别吃肉的说法 已经不适合今天的社会了 愿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这让我不禁想起来 今日的另一个故事 吉林嫩一个小男孩 给母亲扫墓的视频 感动了全望 视频中 一个孩子在母亲的墓前 切蛋糕 原来这天是母亲的生日 切蛋糕时 爸爸在一旁问喜少梅 男孩说没事 我妈不嫌弃我 切完蛋糕之后 男孩又跪在地上 磕了三个头 并对母亲说 我考试一定能考好 你在那边等着我们吧 这句话让很多人深深感动 尽管私人已逝 男孩却想用最大的孝心 来温暖天堂的母亲 有网友称 听了孩子的话 眼泪下来了 这孩子的家教一定很好 在孩子做这些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在一旁陪伴 是父亲的引导 才让孩子懂得 感念母恩 对比现在一些父母双全的家庭中 小孩子不懂感恩 忤逆父母的情况 这个小男孩虽然生在单亲家庭 却格外懂事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单亲家庭的孩子 在性格塑造上容易产生问题 他们因为经历了更多的家庭变故 很可能会变得敏感 自卑 没有安全感 其实 这完全是一种偏见 孩子的性格养成 最关键的是 成长环境和家庭教育 只要家人引导得好 单亲家庭的孩子 也可以懂事阳光 想赢三岁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小莹的母亲独自抚养着小莹 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但是为了孩子不受委屈 她的妈妈坚持没有再婚 同时 小莹的叔叔和奶奶 都给了她很多的帮助 就连上大学的学费 都是叔叔帮忙出的 奶奶对小莹说 她长大后除了孝顺妈妈 还要孝顺叔叔和婶婶 所以她从小就是个 懂得感恩的孩子 不仅如此 还非常上进好学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减轻母亲的负担 这个生在单亲家庭的女孩 非常优秀和自立 不比任何孩子差 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 教育不好 并不是孩子本身资质差 也不是经济上的原因 反而是由于过度溺爱 因为觉得孩子 已经没有生长在健全家庭 家长心里有愧疚 所以生活中处处浇灌 逐渐让孩子养成了 自我为中心的性格 这样的情况 如果家长不及时反省 等到孩子性格 长成再教育就难了 还有家长完全放任不管 因为单亲家庭的家长负担重 往往又要忙事业 又要管孩子 所以对孩子的教育比较疏忽 甚至任由孩子养成叛逆的性格 王女士就是这样 她现在最后悔的 就是和丈夫离婚后 两人对孩子的管教都没有尽力 其中孩子住在父亲家 父亲十分初心 平时和她根本说不上几句话 就算孩子受了委屈 也是自己消化 后来因为和继母的矛盾 孩子住到了妈妈王女士家里 但是妈妈忙着 交男友和发展爱好 对她的管教也比较少 王女士认为 自己小的时候也没人管 要然长得好好的 她的这种教育 在青春期就显示出一个弊端 因为多年的心理压力 孩子变得性格暴躁 且对父母充满怨言 一个孩子的行为举止里 一定有原生家庭的影子 家长对孩子有多少用心 一定能在他成年之后显现出来 当家长抱怨 自己不被孩子尊重 孩子对自己感情冷漠的时候 不妨想一想 自己对他们有多少付出 又是不是用了证券的方法 单亲家庭的家长 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去关爱自己的子女 只有了解子女的真正需要 才能够更好地教育他们 这时候沟通技巧也很关键 如果家长是居高临下的 那孩子很容易产生抵触情绪 家长应该保持平等的态度 除此之外 社会舆论也应该对单亲孩子 更加包容 一个网友曾经讲过 他小时候唯一一次打架 是因为同学嘲笑他没有爸爸 这些冷语和嘲笑 也很容易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形成 对于单亲家庭 大家不应该抱有偏见 只要教育得当 单亲一样能够养出性格初中的孩子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走进一人世间 传递正能量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